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意大利女排联赛决赛第三场较量 斯坎迪奇女排和科内利亚诺女排前两场打成了1比1平 两场比赛都是五局大战 所以两队打得非常的胶着 对于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来说 第三场比赛至关重要 赢球的一方将掌握极大的主动权 目前从双方的状态来看 都有赢球的可能 科内利亚诺的阵容更加全面 主教练的用人更加灵活 这是有可能影响比赛结果的 最终科内利亚诺3比1战胜了斯坎迪奇 拿到了冠军点 四局比分分别是30比28 23比25 29比27 25比22 虽然这是四局的比赛 但是从比分来看和五局大战是没有区别的 前三局的局末打得异常的精彩 第一局在17比23落后的时候 斯坎迪奇开启追分模式 最终挽救三个局点 又错过两个局点 第三局斯坎迪奇18比21落后 最后追成24平 双方比分交错上升 这两局斯坎迪奇输得太可惜了 而且又影响了体能 朱婷这场比赛备首发 最终24扣11中一篮四被篮 拿到了12分 同时接了30个一转 一传到位率23% 对方追发朱婷的一传 就是为了消耗他的体能 限制他的发挥 安特罗波娃37扣19中 三篮四发一失误三被篮 拿到了26分 发挥其实还算不错 但是这场比赛 哈克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 这应该是他本赛季 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 54扣35中四篮二发 仅仅只有两个失误 单场拿到了惊人的41分 这是顶级接应的表现 哈克的大爆发 足以说明斯坎迪奇 对于哈克的限制不够 而且除了哈克以外 普拉莫也非常给力 37扣21中二发 一失误四被篮 拿到了23分 接了31个一转 一传到位率48% 这场比赛 除了哈克爆发以外 主教练桑塔雷利的神用人 也发挥了作用 用自由人和替补珍娜里 在后排弥补普拉莫的一转 这样的话 科内利亚诺仅剩的软肋 都没有了 所以这场比赛 不是斯坎迪奇球员发挥不好 而且科内利亚诺 发挥的实在是太好了 要知道 斯坎迪奇的二传 奥杰年诺维奇都拿了4分 在两队的整体数据上 斯坎迪奇进攻 输了15分 篮网赢了1分 发球输了1分 一传到位率不如对手 自私少了10个 所以斯坎迪奇就是输在了进攻上 期待双方第四回合较量 期待双方教练斗法 此外 中国女排国家队 正在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 对中国女排来说 由于我们没有在去年预选赛上 取得优异的成绩 中国女排没有第一时间 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门票 这样很多喜欢女排的粉丝感到非常 大家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尽快上演 王者归来 中国女排现在已经拥有了新的阵容 我们有很多的年轻选手 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 再加上朱婷 张长宁 李盈盈三位非常优秀的主攻手 大家相信在接下来的世界女排联赛 和巴黎奥运会的舞台上 中国女排非常有机会再次创造惊喜 目前在主攻线上骑兵涌现 女排二大00后主攻成蔡斌新底牌 巴黎奥运扮演黑马 这两大00后的主攻分别是吴孟杰和庄宇山 这两位选手都是00后里面的代表人物 虽然两个国际比赛经验并不是非常丰富 但是能够进入中国女排国家队 充分展现了蔡斌对他们的信任 两个人真的有可能会成为蔡斌新的底牌 巴黎奥运会 他们或许会扮演黑马 在两个人中 吴孟杰的关注度非常高 吴孟杰是中国女排国家队的年轻球员 在赛场上展现出了非常强的个人实力打架 对吴孟杰的未来非常看好 希望吴孟杰能够稳扎稳打 在接下来舞台上不断前进 冲击历史 当然 庄宇山的能力也很强 希望她也能够创造好成绩 看到吴孟杰和庄宇山 这两位球员都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经济状态 大家对于中国女排的未来非常看好 当然 在接下来大赛舞台上 中国女排想要不断努力 去冲击好成绩 需要一定的运气 希望在接下来女排联赛赛场上 中国女排的运气能更好 巴黎奥运会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 中国女排想要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冠军 并不容易 但是大家相信中国女排一定会全力以赴 去冲击好成绩 大家会继续为中国女排加油 相信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不断前进 大家期待着中国女排能够再次刷新历史 近期中国女排的前任队长朱婷决定回归国家队 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回归小作文 在球迷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朱婷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后因为伤病退出国家队 并因此遭到了网爆 让她曾一度陷入低谷 甚至对排球失去了兴趣 而朱婷近期宣布回归的决定 让无数球迷欢欣鼓舞 同时也对她遭遇到的不公 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朱婷宣布回归后 中国排协迅速公布了 参加世界女排联赛的大名单 朱婷的名字赫然在列 然而 关于她回归的具体细节 官方却迟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 这引发了球迷们的种种猜测和质疑 近期 中国女排主帅蔡斌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 朱婷的回归可以有效地提高 中国女排的攻击力 但她也坦言 由于朱婷长时间没有归队 她能否与全队迅速完成磨合 成为了一个未知数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蔡斌对朱婷重返国家队 还提出了两个明确的要求 第一 她希望朱婷能够在世界女排联赛 澳门战前回到球队 以便有足够的时间 与中国女排进行磨合 澳门战的比赛将于 5月29日至6月2日举行 中国女排将面临多个强劲对手的挑战 如果没有朱婷的帮助 中国女排想要取得好成绩 将非常困难 所以 蔡斌的这个要求 也可以看作是朱婷为了归队 像中国女排送上的投名状 然而 蔡斌的第二个要求 却引发了争议 她要求朱婷归队前 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这个要求看似合理 但却被一些球迷认为太过分 他们认为 朱婷在国外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经济状态 如果她真的有伤病在身 怎么可能还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因此 球迷对蔡斌提出 体检要求的真实目的 产生了质疑 是否是对朱婷的不信任 或者担心 她再次以身体原因推诿 这无疑是给朱婷的回归 蒙上一层阴影 而对于蔡斌的要求 目前 朱婷还并未做出正式的回应 不过从她之前的采访中可以看出 她对于回归中国女排的决心 是坚定的 朱婷表示 虽然在国外的生活和比赛 都很顺利 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是中国女排的一员 她希望能够为中国女排 做出更多的贡献 帮助中国女排 在国际赛场上 取得更好的成绩 朱婷决定回归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作为世界级的主攻手 朱婷无论是经验还是技术 都是中国女排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然而 回归并不是简单地宣布付出那么简单 她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 她是否能够满足蔡冰的要求 是否能够顺利回归 还需要我们继续关注 同时 我们也应该理解 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朱婷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 有权利为自己的健康和未来 做出最好的选择 无论她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都应该尊重并支持她 另外 蔡冰作为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她提出一些要求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 作为一支志在夺冠的球队 中国女排需要每一个队员 都能够以最佳的状态 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 对吗 对吗 有个人的望法